之前呢有用水桶来出这个蒜黄 但是发现啊这个方法需要改良 那今天呢我就是用这个改良过的方法来出蒜黄 我们需要这个网兜再加一个托盘 那这个大蒜头呢是超市最便宜的那种 那接下来啊我会处理一下这个大蒜头 去掉一些老皮 方便它更容易的出 好了那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蒜头呢 我们把它松松的满在这个托盘里头 现在看着是松松的 但是啊等它以后涨一涨 它就能把它全涨满 然后放到这个底盘里头 放上适量的水 那我建议呢水位不超过大蒜头的三分之一 防止它发霉 然后放在这个大的纸箱子里头进行闭光处理 第二天基本上所有的都已经露出头了 第五天它都已经长那么长了 长得特别快 第八天已经长得密密的了 那这是第十二天了 我打算把它收了 但是呢如果大家还想再多长两天 也是可以的 看 已经有这么一盘了 今天就打算用它和胡萝卜 还有鸡腿肉做个菜 这样又健康又好吃 大家还有宝宝都喜欢吃 一起来试试吧 那剩下的这个呢 我会继续把它进行水培 我们看一下到底能长多久